一年中最好阳气的季节到了 三个中程药把阳气补到根里 夏天是一年中最好阳气的季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到了夏天很多朋友生活都丰富了起来 冷饮 啤酒 冰西瓜 当然了还有夏天缺少不了的空调 这些寒凉的东西最容易损伤我们的阳气 而中医养生讲究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所以说夏天更需要去养阳气 今天崔升给大家分享三个中程药 帮你把阳气补到根里去 人体阳气有三个重要来源 分别是新阳 脾阳和肾阳 所以补阳往往要从这三个脏来入手 第一个药叫做白子养心丸 如果你平时总是感觉怕冷 手脚发凉 有时候还惊慌心悸 晚上睡不安稳 总是容易累 没什么精神 老是记不住事 丢三落四的 那你多属于是新阳不足 可以参考这个药 第二个药是父子里中丸 这个药的主要作用是温中健脾 那么很明显他补的是脾阳 像有的人平时除了比较怕冷 手脚总是暖不热 还总是觉得肚子里又冷又疼 疼得不怎么厉害 但就是不舒服 吃点热的东西暖暖的会好一些 稍微吃点凉的就容易拉肚子 这种人就多是疲羊不足 可以参考这个父子里中丸 最后一个药就是贵妇帝皇丸 这个药很多人应该都听过 他补的是肾羊 肾羊亏虚的人什么特点呢 同样的也是怕冷 天天觉得腰腿这一块冷痛 使不上劲 小便颜色浅 亮多 晚上还要一趟一趟的齐夜 有的人还会有欲望低下和功能下降 像这种人就可以参考一个贵妇帝皇丸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 同样是补羊 不同地方的羊虚 用药和调理方法不同 所以用药一定要对症 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情况 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